金燕,你要鎮定一點,我們的身分是鄉下,想少林子進鄉,不要露出破綻了。 大爺,我是個女孩,沒有什麼人會私餘的,你就差點了。 我身上又沒有武器,我們只是想偷聽一下雲京心。 讓你的夢來真正,為我和你。 黑鴻,黑鴻,黑鴻。 上穎朗,你穿發鐵著,我始終不開心見我,為著談到生裡月光! 任重路縫無憂漱放,和愛翻邦不見方,大地上中黑暗深尤命月光。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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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M 102.4 时刻 24 小时时间 8 点净 您不要走啊 究竟您是王小姐还是杨小姐呢 我是杨小姐 对不起 怪不得我刚才叫出来她挂得很紧要 大家看不到 不过我想我的国语也得 不过其他方面就很适应到 嗨 您是 我是王海玲 我是鲁叶美 但是影尽药 大家看到我真的很少可以 好像这么不流利的 除了做节目的时候 今晚真的因为有两位都是比我漂亮 多了一点都影响了我的自信心 所以 你是云浪 你要找回新麦的拍档呢 都不是适合的 她都有一点害怕 Brenner 我以为你那些国语是一流的 后来发现的记性是九流 怎么可以连个名字都记错了呢 但是这些人我那些叫策略 因此观众和我和听众都知道了 应该究竟谁是杨凯宇 王海玲 很谢谢你 两位都从台湾来 我知道以前杨凯宇是一个合唱团 是不是两个人的 对 我原来是跟我的搭档叫徐晓晶 是二重唱的 我只会听二重唱的三个字 我不是很清楚 二重唱团 那现在你的拍档去了哪里 他结婚了 然后到美国去念书 他要男的不要女的了 他觉得男的比较有吸引力 那他就不要我了 没关系 杨先生 我们这里的杨先生也是没结婚的 所以刚才我已经在这帮了你了 杨我帮了人之意尽了 所以一来我又怕杨小姐以为我可以了 我想不行 可是现在你这一个人 我们可不可以今天晚上 我们有个机会 你再来一个一重唱二重唱 我想没有一重唱有二重唱 对 我是说您的国语也蛮好了 谢谢 那我呢就连二啊一都说错了 那不如这样吧我的国语都是很比较的 是不是怎么说 比较就是比较的 是不是怎么说 比较 比较 我以为比较就是比较 不是 没事了 就是比较了 比较了 那这样 我都是说回这些国语好一点了 我真的不懂得说他们那些国语 现在张这个太交给您是吧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下面一首歌是原来我和我的搭档叫徐晓晶一起合唱的一首歌 但是因为她今天不在这里 原来我们在去年的夏天也有一个机会可以来香港的 但是因为某一些手续的问题没有办法成型 觉得很遗憾 那今天我请王海玲也是我们很要好的朋友 我想大家对她很熟悉 她的忘了我是谁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 大家好 下面这首夜玫瑰 我请王海玲跟我一起来唱 希望大家喜欢 夏天也请王海玲 《海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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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analys与》 人儿还比花交微 玫瑰花儿多多开 玫瑰花儿多多美 玫瑰花儿像你的人啊 人儿还比花交微 铃铛高香树 花铃相依偎 柔起月色似流水 花梦若复兴 玫瑰花儿多多开 玫瑰花儿多多美 玫瑰花儿多多开 玫瑰花儿多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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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情月色似的水 花梦过浮泻 凌风飘香出 花影响一味 柔情月色似的水 花梦过浮泻 升级升级 这瓶你们家就开门 但出现浮泻 她一周 계记得 你幻ека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看谁都是你 忘了我是谁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看的时候心里跳 看我以后眼泪吹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不看你也爱上你 忘了我是谁 忘了我是谁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看了心里都是你 忘了我是谁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看的时候心里跳 看我以后眼泪吹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看了心里都是你 忘了我是谁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看的时候心里跳 看我以后眼泪吹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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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看你也爱上你 忘了我是谁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眼 忘了我是谁 Johns テCH 忘了我是谁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不看你的眉 心裡挑戰 微紅 眼淚吹 我心似侵權 謝謝 當我擁抱這片溫暖陽光 好想擁抱燦爛的希望 當我飛躍前山蛇過 萬種水為理想走他鄉 讓我呼吸春花土瑞芬芳 望遠 看眼睛生命在迴響 朋友 當你緊緊握著我的手 我心似情卻想相遙 有誰能夠愛索摩 雖然和日白雲 卻是兩種情懷改善 也不久遠不散 在海岸最願意 誰能歡欣幸不過長 當我 無欣幸 全都無淹 當我如誰缺乏 獨蕊 而放晃 今天 把淚一下子猶著 回向朋友 當你緊緊握著 我的手 用我居然行動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這樣看似我 一樣同白雲 卻是讓自己懷念想 無窮人不散 愛的萬歲月底 心灌心不活著 願我呼吸春花圖 也芬芳 情天白下自由中回向朋友 當你緊緊握著 我的手 勇敢過去 然行動 願你緊緊握著 我的手 勇敢過去 然行動 我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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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粒 有更多的朋友,譬如譚詠麟、張艾佳等等 他們已經在大專會堂看了 或是閣下你今晚因為有其他事 沒有空又或者是不能飛 並不能夠來到大專會堂 如果你留在收音機旁邊 我相信這個盛況 有沒有到十點多鐘左右 我們會全部給你的 開始的時候,如果大家有聽 都知道楊振耀留意了沒有 就是今晚的詩儀 他們在介紹兩位台灣新進女歌手出來的時候 有一點烏龍 Branda就將王凱玲誤作楊芳儀 楊芳儀誤作王凱玲 其實首先出來的就是楊芳儀 然後王凱玲也唱了她的拿手好戲 就是《亡了我是誰》 我現在就很幸運 手頭上有一份今晚的run down 我知道今晚妖良三日 第二晚明營巨星之夜 將會發生何事 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話 我真的很希望可以留到大家的心機旁邊 因為接下來 我知道將會有一個環節 就是有富娛樂性 也都很新鮮 或者大家可能未見過 新藝成的王百明和曾志偉 在台上的風趣法 當然如果在大轉會堂裡面 坐在那裡看 那個情形會是更加好的 不過我相信沒得看的話 就這樣聽他們的談話內容 已經是夠你捧腹大笑的了 並且按照我所知 他們兩位今晚都會開金口唱歌 這件事可以說是不是經常見到的 當然還有我們如果有留意到的 今晚有些嘉賓幫我們演出的 譬如說阿B中震濤 或者是羅文 甚至是關谷英 都會安排在三日的時間 在《明人巨星之夜》 陸續出來幫我們演出的 千萬要記住 如果你走開的話 都不要太久 因為相信今晚《明人巨星之夜》 整晚的過程都是很緊湊的 亦都是跟昨晚有些不同的 因為昨晚就是金剛蘇斯王 做C2 一個一台一個二台 好像合作上 可能沒那麼好 如果你擔心的話 今晚不用擔心 因為今晚是我們的肥佬羊 和Brenda 擔上了《明人巨星之夜》 私營這個工作 可以將麥克風交回現場 看看以下的盛況是怎樣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其實應該真的很感謝 黃懷玲和楊芳二兩位 因為他們專程來台灣 就是為了我們今晚的 《妖良三日》第二晚 Brenda 其實我很少回電台 都沒有見你一陣子 近來有什麼特別的事 遇到有沒有 被人騙了 有 被人騙了 有 即是騙完一次 我又不問你第一次怎樣被人騙了 我想問有那一次 為何會有被人騙了呢 何止這樣 還很期待第三次被人騙 講來聽 有第一次講給我聽 沒有 第一次就是看了這個 《鬼脈子多星》 第二次就是看這個《最佳拍檔》 第三次就是《夜經雲》 我希望有第四次 因為那些經驗是很愉快 被人騙得很開心 那你是這麼容易被人騙的 其實說騙人 聽來好像很容易 騙到人會發達 例如香港幾百多萬人 如果五百多萬都是老陳 一人騙給你兩元而已 那你又一千萬了 真的這麼容易 照看就不是這麼容易 對 但如果你們有興趣學 這個這麼高深的藝術 就是騙人的藝術的話 我們可以介紹兩位人出來 就是曾經三番四次 第四次還沒開始 騙了Brenda三次了 對 他們兩個都騙得我多開心 那一位就是王八明 另外就是曾志偉 多謝 他在這裡做什麼 인가 對 那麽多功夫 他拍多點首掌 那你說 對了 齊鞅拍個 我們兩個上來這裏做甚麼? 那又是名人巨星之事 你又不是名人,我又不是巨星 為甚麼我們兩個會站在這裏? 你錯了,我是名人,你不知道嗎? 你是名人? 我黃柏銘有個名字 那就當你是,但我曾志偉沒有個巨字 但全電影界都知道你是電影界的巨人 對了巨人,我有個外甥女很仰慕你 是? 想跟你做個朋友 好啊 不過他想先了解你有沒有甚麼壞習慣? 近乎沒有甚麼 你吃不吃煙? no 喝不喝酒? no 女人呢? no 那你平時有甚麼消遣? 車大跑? 車? 那一定不對 那不如介紹給我表哥吧 你表哥? 你知我外甥女最喜歡的男人有些成就 那你表哥有沒有? 有沒有成就我就不知道 不過香港政府幾看得起他 何以見得呢? 最近警察局出到十萬人找他 噢 那你表哥一定不對 那不如我表弟 那你表弟有甚麼那麼厲害? 他游泳很棒,可以游一天一夜不回來 那有甚麼不厲害?我表弟更厲害 他怎麼厲害? 他去年游泳到現在還沒回來 說起外甥呢 我的外甥是極之無聊,這麼浪費時間 為甚麼? 他很喜歡打麻將,一打就打天亮 你怎麼知道? 我昨晚坐在他旁邊看著他打的 那你不是還無聊? 喂,你平時有甚麼消遣? 彈結他,日彈夜彈 彈到旁邊,王八都過來問我借 那王八都想學彈結他嗎? 不是,他說想睡覺安樂 那王八都多有幽默感 沒甚麼用,他沒甚麼錢 經常都不代錢 日又不代,夜又不代 昨天又不代,今日又不代 不過替你借錢 我替他借 喂,我看你一天肥過一天 我看你要減肥 減肥了,最近騎馬一天騎 那有沒有效果? 優秀十磅 你? 馬 喂,最近聽說你經常去台灣 是呀 但你又不帶老婆去 那你狗經常上茶樓 又不見你帶飯盒? 唉,有時我覺得這個世界很不公平 那些英俊一定是娶醜樣的老婆 那些醜樣的男人 往往老婆比鬼火 不是,所以我只是娶醜樣 那你以為你自己很漂亮嗎? 媽媽是這樣說的 唉,別說你媽媽了 不如我們說些最尷尬的事給觀眾聽聽 有呀,我今天親眼看見一個 甚麼尷尬的事? 今天見到一條斜路 有個人跌了在地,四腳朝鮮 走到位置,有人笑到滾在地 是我一個不笑 那有甚麼尷尬? 四腳朝鮮的是我 那又真是挺尷尬的 那你有甚麼尷尬的事? 我最尷尬的是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Nancy家的時候 最尷尬 那又怎樣? 當我進到門口未見到Nancy才見到她媽媽 她媽媽一見到我便問我 她說,王仔 你賺多少錢一個月? 你是否真心喜歡我的女兒? 我也很怕這些,很尷尬 是,最尷尬不是這些 最尷尬就是這個時候 Nancy在房間叫出來 她說,媽媽,我說的不是這個 那真是大件事 喂,似乎我們說了那麼多廢話 那些觀眾都怕睡著了 都近乎是,我走了 喂,等等,等等 不如你唱一首歌 原來留在雪武器迎接忠勇這兩個人 都不是真心幫我的 你說年青人最緊要講現實 有此理,我要殺死你們 殺死你們 走…走…走… 快到了… 緊張到已死…